我们接下来讲一个字呢 就是 集 集现在这个集啊 其实好难猜的啦 是不是啊 就是这个集啊 这个笔画很怪了 有个折折 是吧 撇折折那是什么意思 很怪 我们看这小传啊 其实已经保留了 集本来的形体 保留的还不错 这写短了啊 其实啊 这个字如果这样拆 这是人啊 这是一个右 一个人 我们讲这个右表示的是手 对不对 一个手一个人 是什么 为什么是集啊 就是一个人被抓住了 这个形象啊 在这个小传的这个里面 看起来已经不是很明显了 对吧 但是他这个意思还找到了 带也 什么是逮捕啊 哎 对啊 我们现在很习惯讲逮捕这个词 是不是啊 但却不知道带是什么意思 好像带是 捕的意思 带跟捕不一样 带就是 集 就是抓到 就是碰到了 找到了 跟上 这种 从手从人 古文集有一个这样的 这个匪夷所思从未见过 这个写的跟公一样的集 也是匪夷所思从未见过 所以这样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下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字啊 别怪 多 异古文集 这个倒很常见 其实他什么他怎么来的呢 我们看 大家看这个字 看仔细啊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古文字里的集 上面这几个 比较早的 是不是很明白 他就是一个人 这个人啊 屁股后面被抓住了 不要跑 不要走 就抓住了 对不对 集的本意啊 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呢 这个时候有插过这个人的 穿过去的这些集 好 到了后来 到这个 这是晋国 最晋系的文字 三星那边写字啊 喜欢加点 一个人已经有了 一个手已经有了 他这边再加一个 是吧 楚国还好一点 这个样子 这个上面已经不像人了 不过倒是 集 这个集啊 在做动词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过啊 有一些不守啊 表示的是行为 行动 对不对 特别常见是这个 现在这个走之底 在说文里面叫做 错步 对不对 他其实就是 一个道路的 形加一个 指 这些 所谓 楚国的这些 这些字啊 就是在一个 啊 写得像铺一样 其实集啊 集上面 加一个 错吧 其实他 如果我们按照 现在的写法 那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但这个字 这个笔画 就被误解成了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这个 说文古文的 这个集的来源呢 跟这个集差不多了 就这个集 但这个集啊 只存活在 战国的楚地 很不幸的是 楚国被秦国灭了 所以他就没有留下来 所以我们讲过很多次 万一是楚国统一天下 我们现在就用了字 那不是这个样子 不过幸运的是什么呢 秦国统一有个好处 是秦国 他是个落后的地方 他比较保守 他比较多的保留了 商代 周代文字的 主要是 主要是周了 主要是这个 周人文字的这个结构 让我们现在的汉字啊 反而变得一脉相成 等于说这个楚国 这个齐国 这个晋国 是哇 他写是吧 万一他们统一了 我们的这个汉字 就被 找了一个折线 现在基本上是直线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集字 怎么来的呢 这是人 对不对 这是右 但是我们写呢 是连在一起写了 集 集本意是追上赶上 周王一万六师吉之 追上他了 故不能推车而急 这个我们学过 不能推车而被 对到了 是不是 他被受伤了 是被急了 引申为急到达到 非所急也 非而所急也 现在这样讲 非无力所急也 这个都一样 等到某时候 极其壮也 也很常见 比得上 就是他有一个从实的过程 从实到虚的过程 什么是实 这个这个动作 抓住 叫做实 追上赶上是他的 本意 那么这 在这个例子里 是用本意的 追上赶上 引申到 空间的追上 欲得上 引申到空间 对不对 空间的欲 是引申到时间的 等到某时候 是不是说到提及 比得上 这都虚化了 这也是空间 都虚化了 与 就我和你是吧 怎么说 鲁迅那个长文章 叫什么 未尽风度 与久 急 什么 我一下忘了 你们都读过这个文章吗 就是鲁迅有个长文章 这是 A级B与B级C之关 顺为G的级 显然也是这样 这个如果是 这个迅事是对的话 也是一个隐身译 对吧 是连在一起 这种意思